哈利拉 感谢神的代理让我们平安又度过了一个礼拜 我们能够利用安息日的时间来到会堂里面 来敬拜神 听听神的道理 愿神来祝福大家 这个礼拜是 所谓的复佛节的假期 没有死 就不能够复佛 主耶稣基督 祂为我们全人类的罪 被定死在十字架上 三天之后祂复佛 成为复佛出手的果子 将来我们每个人 也都要像主耶稣基督 这样子复佛 来面对神的审判 主耶稣基督 祂复佛之后 从圣经里面去看 祂跟门徒一起聚集 差不多四十天的时间 那在四十天的时间 当然主耶稣基督 讲很多的话 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 所记载的 我们去找到 祂跟门徒当中 祂提出了七个问题 那这七个问题 我们可以把它整理出来 然后对于我们 在这个信仰生活上 到底对我们 有什么样的教训 我们用两次的时间 谈到了四个话问 就是主耶稣基督 祂对某大大的玛利 祂提出两个问题 他说 父人你为什么哭 第二个说 你在找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再从圣经里面去看 主耶稣基督 跟那个有两个门徒 这两个门徒 是从姨妈 要往姨妈处司去的 这两个门徒 主耶稣基督 提出了三个问题 来发问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们彼此在谈论些什么东西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们为什么事情在忧愁 以上这四个问题 我们也都已经探讨过了 今天想要用剩下的时间 我们来谈谈主耶稣 祂所谈的另外三个问题 我们看路交福音24章 路交福音24章 veamos Lucas capítulo 24 28 2438 路交福音24章38 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准备,为什么心里起意念呢 主耶稣对这两个要往今处是去的这两个门徒问第三个问题 你们为什么心里面起了意念 什么叫做心里面起意念 主耶稣基督他复活 他复活之后他向很多人来显现 但是主耶稣的一些门徒 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来接受这个事实 人死就死了,怎么有办法再复活 所以主耶稣当门徒具体在一起的时候 主耶稣显现在他们当中 他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心里面很害怕 所以主耶稣就问他们,问这些门徒说 你们心里面为什么起意念呢 你们还不相信吗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探讨一个东西,一件事情 我们都是先打一个问号 然后去追求这个问号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原则是好的 但是我们如果已经探讨了 知道我们所信的信仰是确实的 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真神 是独一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当我们确信了之后 我们对我们所信的还是在打问号的话 那这样子就不对了 那从圣经里面去看 神怎么样看到这种 主耶稣基督说这就是一种小信的人 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四章 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一节 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一节 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 说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以后呢 这里记载着一件事情 有一次主耶稣基督他行走海面 他走海面要到他的门徒 所坐的那一艘船上面 那因为是晚上 门徒看到 诶怎么有人在行走海面 所以他们心里面就害怕 也会看到了海怪 当然主耶稣跟他讲说 你们不用怕是我 那个时候彼得他很勇敢 他就跑出来跟主耶稣基督他这样子讲 主啊如果是你的话 那求你也让我能够走海面 走到你的面前 主耶稣基督跟他讲说 那你就下来吧 彼得那个时候很有信心 他就跳下去了 感谢神他也能够走在海面上 也没有沉下去 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时候信心很强很单纯 但是没走多远 他看到那个波涛汹涌 海浪很大 他心里面就害怕就起了疑惑了 圣经上基督的时候他起疑惑的时候他就沉下去 主耶稣基督拉他起来 所以主耶稣基督才对彼得他这样子讲 说你这小心的人 为什么主耶稣叫他是小心的人 因为底下主耶稣说你为什么起疑惑呢 所以我们对我们所确信的 如果心里面起了疑恋 在神的眼中看我们却是一个小心的人 那什么样是一个小心的人 小心的人在神的眼中看又是怎么样 我们从罗马书里面去看 看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 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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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 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 还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这里谈到说 还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所以一种小心的人 为什么小心 因为他对神的信心不够坚定 那这种在神眼中看起来是一种罪 那既然是一种罪 是一种小信 那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那我们向神所祈求的 就没有办法得着 因为我们对神的能力打一个问号 我们既然对神的能力打一个问号 那我们再向神去祈求 神会给我们成全吗 这两个礼拜星期六早上 我们有安排见证会 我们从我们弟兄姐妹的见证里面 我们去看到他们所求得到的成全 为什么能够得到成全 所以亚哥书的作者他这样子讲 我们看亚哥书第一章 亚哥书第一章第六节 说只要凭着信心求 一点不疑惑 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好像是海中的波浪 被风吹动翻腾 第七节 说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东西 这里亚哥长老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一个心里面带着疑惑的人 这样的人向神祈求 不能够从神那里得到什么东西 所以这是一种本来我们应该得到的福分 但是因为我们心里面的疑惑 我们就失去了 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之后 他向他的门徒来显现 所以看到的人都相信了 那正好主耶稣向那些门徒显现的时候 圣经上记载的时候 有一个门徒不在场 这个门徒就是叫做多玛 那其他看到的门徒就跟多玛见证 他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了 从死里面复活 而且我们也亲眼看到他 多玛他就不相信 所以上记载的多玛他这样子说 除非我用手去探探主耶稣 肋旁的那个枪伤 除非我用手去摸主耶稣手上的那个钉痕 要不然我绝对不相信 的反正他也不相信 圣经上记载的说 隔了几天 那些门徒又聚集在一起 主耶稣基督再一次来显现 圣经在他们当中显现 圣经在他们当中显现 多玛也在场 主耶稣基督就叫多玛过来 说你来摸摸我的钉痕 来摸摸我的枪伤 他不敢过去摸 他跟主耶稣基督说 我信 但是我们看主耶稣基督 他怎么样来回答多玛 我们看约翰福音20章 约翰福音20章28节 我们从27节来看 约翰福音20章27节 就对多玛说 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 不要疑惑总要信28节 多玛说我的主我的神 29节 耶稣都对他说 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所以一个不信的人 一个心里面起疑惑的人 他将失去他应该得的福 所以主耶稣问这些门徒 主说你们心里面为什么起疑恋呢 因为一个心里面起疑恋的人 在神眼中看起来 他是一个小心的人 一个小心的人 在神眼中看起来是一个罪人 是一种罪 那既然是一种罪 所以我们所祈求的 我们所求的 在神眼中我们就得不到了 那我们已经失去应该有的福 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到神面前来的应该必须信有神 那种信是绝对的相信 所以当我们查考 那我们相信我们的信仰了之后 我想我们应该对神要有绝对的信心 但是有些人还是很多疑了 还是没办法这样子完全来交托 那我们怎么办 我想我们应该祈求神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信仰 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坚定 我们看四篇九十四篇十九节 四篇九十四篇十九节 说我心里多忧多疑 你安慰我就使我烦乐 这里作诗的作者 这样子讲到说 他心里面多忧多疑 那一个多忧多疑的人怎么办 只能够靠着神来安慰我们 所以我们只能够求神来加添我们的信心 求神来帮助 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圣经上记载的时候 有一个犯癫癫病的父亲 带着他的孩子来求主耶稣来医治他 他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 主耶稣基督跟他的父亲讲一句话 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只要你相信 你绝对相信 在信的人 神都能有办法帮你来成全 这个父亲他听到主耶稣基督 他跟他讲这一句话 他马上喊着说 他说我相信 但是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有时候我们会像这个 害癫癫病的父亲一样 我虽然相信 但是我的信心就是不够 我相信 我信心就是不够 那怎么办 我们只能够求主加添信心 求主帮助 那我们另外要去学习完全的交托 我们如果能学习完全交托 那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心就能够长进 什么叫做完全的交托 完全交托就是你交托出去之后 你就不用再去管 你就让神来帮我们处理了 什么叫做交托一半 没有办法完全交托出去 就是我虽然遇到了一件事情 然后我在祷告中交托给神 我记得祷告我这样子交托给神了之后 我祷告完之后心里面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放下 我还要再祷告一次 跟主耶稣 跟天上的真神想说 要这么做 要这么做 是不是这样子做比较好 我们再指导主耶稣基督下起 然后指导完了之后 想一想 好像这个还没有讲到 然后好像一直变成是你再指导 不是主耶稣基督再指导 这就没有办法完全交托 所以圣经上不是这样子告诉我们 我们看菲利比书第四章 好 菲利比书四章第六节 菲利比书四章六节 菲利比书四章六节 说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第七节 神所示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法一念 这里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完全的交托 就是我们交托之后是一无挂虑 这才是完全交托 所以我们应该去学习 依靠神加添我们的信心 学习完全去交托给神 圣经上有一些故事大家都很熟 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 亚伯拉罕在75岁的时候 神告诉他说 你要离开你本地本族 然后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亚伯拉罕在75岁 祂说祂必须要出现 从那里居住 去到那地方 祂想要出现 那个地方 我要赐给你的后裔 你的后裔要成为一个大国 那他有一年 他就这样做 他一年一年就等 神说要让你的后裔 成为大国 一年等过一年 还不见到孩子生出来 一直到一百岁了 圣经上记载着说 他的太太莎拉的生育 已经断绝了 但是我的后裔在哪里呢 圣经上怎么描写 他的教托 我们看罗马书第四章 罗马书第四章 罗马书第四章 十九节 罗马书四章十九节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 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一死 莎拉的生育也已经断绝了 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二十节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 总没有因为不幸心里面起疑佛 反倒因为信心里得到坚固 将荣耀归给神 二十一节 且满心相信 神所应许的必能够成就 这就是亚伯拉罕 他那种完全交托 他怎么样完全交托 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 25年的等待 莫师姐说 还一直在仰望神的应许 有时候我们向神求一件事情 经过了一天两天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还没有成全 我们心里面就烦乱不安 甚至于发怨言 埋怨神 也不过拉罕 这里 他二十五年 一直仰望神的应许 为什么能够这样 因为他能够完全交托给神 所以主耶稣基督 他在四传道的时候 他这样免利我们 他说只要我们的信心 不疑惑 我们甚至能够 移山倒海 我们所求的必能够成就 我们看马太福音21章 马太福音21章21节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若有信心不疑惑 不但能够行五花果树上所行的事 就是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也必能够成就 22节 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 只要信就必得掌 这就是信 不疑惑 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我们再看主耶稣基督 所问的第六个问题 我们看约翰福音21章第五节 我们看约翰福音21章第五节 21章五节 耶稣就对他们说 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 他们回答说没有 这是主耶稣 有一次 来问那些门徒 说你们有吃的没有 主耶稣基督去世之后 门徒好像就失去了中心一样 门徒失去了中心之后 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 彼得就说那我们再去捕鱼 因为以前我们就是捕鱼的 因为这是实际的问题 生活还是要过下去 所以很多门徒就跟彼得去捕鱼 所以他们捕了整夜的鱼 捕不到鱼 所以一直读到天将要亮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站在岸上 然后对这些门徒 来问一个问题 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 从这句话里面 我们看出主耶稣基督他的关怀 关怀门徒的生活 最基本的生活 所以只要我们心里面不要疑惑 我们有绝对的信心来交托给神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最基本的生活 神会照顾我们 所以你看主耶稣基督 他在教我们念那个主导文的时候 他也这样子告诉我们说 我们可以向神求 利用的饮食 今日试给我们 所以主耶稣基督 他相当关心 我们每一个人 他最基本的这种生活 我们从主耶稣基督 他在世上的时候 他变饼给五千人吃饱 跟变饼给四千人吃饱 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从这两件神迹提示里面 我们去看到主耶稣基督 很多人他跟随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看到这些人 就好像是 圣经上没有觉得 最好像是羊没有牧人一样 所以主耶稣基督看到这样 这种情形 他心里面就动了慈心 来礼免他们 所以主耶稣基督就讲了 很多道理给他们听 那这些人就跟主耶稣基督 他一直听主耶稣基督 讲道理 心里面很感动 然后就跟主耶稣基督 在一起 那圣经上记者就说 不知不觉的天 已经天色就暗了下来 门徒就来提醒主耶稣基督说 不要再讲 让这些人回去吃饭 因为这里是野地 没有地方让他们 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然后去找吃的东西 但是我们从主耶稣基督 这两件神经 其实我们看主耶稣基督 他怎样来回答 回答门徒的话 主耶稣基督没有说 好 那让他们去找 没有 主耶稣基督跟他门徒说 你让他们吃 要让他们吃饭 为什么 因为主耶稣基督 他说 因为这里面当中 有从原地来的 有走原路来的 他们没有东西可以吃 所以如果现在让他们 饿着肚子回去的话 那他们在路上会受困 所以你们让他吃 所以主耶稣基督就变饼 给五千人吃饱 给四千人吃饱 这就是神的关怀 主耶稣基督的关怀 那我们从这五千人跟四千人 主耶稣变饼给五千人 四千人吃饱当中 我们可以去看看 这两件事情的原因 这些人他来跟随主耶稣基督 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吃饼得饱 他们的目的是要 聆听神的话语 是渴望神的话语 而来找主耶稣基督 所以他们的目的是要 尋求神而不是要尋求 品跟水 所以主耶稣为他们解决 最基本的需要 他们的困难 主耶稣帮他们解决 所以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先追求 神的果跟神的义 我们如果先追求 神的果跟神的义 那其他我们所希望的神 自然会给我们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 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 我们该要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这是神的应许 既然是神的应许 我们有没有办法 完全来相信 来接受主耶稣所讲的这一个话 还是我们心里面还起了疑惑 先求神的果跟神的意 一切都是神的 既然一切都是神的 所以我们先追求神的事情 我们所需要的神就加天给我们 所以四篇二三篇第一节 四篇二三篇是主是我的牧者 所以在那里做事 主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自缺乏 因为神牧者要领我们到可安些的水旁 那里有水喝有草吃 为什么?因为主就是牧者 我们看以色列百姓 他在这个世界上 他在旷野里面行走的四十年 在四十年当中 他们没有爱饿 神从天上叫マナ来养活他们 所以只要我们跟着神的云住火柱走 神会带我们到安些的水旁 四篇三十四篇 他这样子也这样子讲 我们看四篇三十四篇 第八节 四篇三十四篇第八节 三十四篇八节 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祂是美善 投靠祂的人有福了 第九节 说主的圣民 你们当敬畏祂 因为敬畏祂的一无所缺 第十节 说少庄师子还缺食忍恶 但寻求主的什么好处都不缺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四篇的作者他亲身的体验 他这样子告诉我们说 应当去寻求神 我们如果懂得去寻求神 那什么好处都不缺 所以 四篇的作者他这样子讲说 一个义人 一个义人的脚步为神所看顾 所保守 看诗篇三十七篇二十三节 看诗篇三十七篇二十三节 诗篇三十七篇二十三节 诗篇三十七篇二十三节 一人的脚步被主立定 他的道路主也喜爱 二十四节 二十四 他虽施脚也不致全身扑倒 因为主用手来裁服他 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 我从前年幼 现在年老 却未见过义人背弃 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坏 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 什么是义人 一个懂得去追求神的人 懂得去依靠神的人 对神有绝对信心的人 我们都可以称他为义人 一人正是说 一人就是一人 食人一人 一人是虽没有说 一人是一人那样的信心 一个疑问 一人是一个性的的信心 只能不致辞 一人有信心的人 一人有信心的人 都没见过一个人 所以第六个话问主耶稣问那些人说你们有吃的没有 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父跟子的关系 父是天父真是天父真是 我们是他的儿女 儿女有问题天父真是他会看顾我们 问题是我们要主动去亲近他去寻求这位真是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看 约翰二十一章 约翰二十一章十五节 约翰二十一章十五节 说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就对西门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有了饭可以吃 我们吃完饭之后主耶稣基督问这些门徒一个问题 现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鱼跟人再做 鱼跟主耶稣做比较 你现在是要得人还是要得鱼呢 你们现在是要得人还是要得鱼呢 我们如果拥有主耶稣基督 你是要你要爱这些鱼呢 还是要爱会不会爱鱼 还是要爱我主耶稣基督 比这些鱼更深 所以我们有一些基督徒 有一些信徒 我们信仰的动机 他只存留在求鱼 当我有困难的时候 我来教会里面 我向天上这位真神来祈求 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 把我们的问题解决了 解决了之后 我也把神忘记了 等到下一次我要遇到问题 我才去想到神 所以主耶稣要问我们说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那我们去做一个比较 做一个选择 其实主耶稣是自保 保罗他这样子讲说 他以前以为一些宝贝的东西 他现在因为认识主耶稣基督 就把以前认为宝贝的东西 把它当作是分土 以主耶稣基督为自保 因为主是宇宙万物的創造者 我们亲近神的 所以拥有主耶稣基督就拥有了一切 如果我们就拥有主耶稣基督就拥有了一切 那为什么说我们要爱主耶稣基督比这些更深 除了主耶稣基督是自保之外 除了主耶稣基督是自保之外 再来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爱 为我们每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留下他的宝血 为我们开一条通往天国的道路 所以当我们还做罪子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 所以主耶稣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 所以没有一种爱比神爱我们的这种爱更伟大 那既然神都这么样爱我们 我们难道没有办法爱神比爱物质更深吗 所以我们了解主耶稣基督是自保之外 主耶稣基督有爱之后 我们应该爱主更深一点 所以我们应该立定心志为主而佛 不管遇到热震的事情都没有办法 不管是遇到犯难遇到困苦 保罗说都没有办法使我跟主耶稣基督的爱来分离 因为保罗他亲身的体会到神的爱 因为他亲身的体会到 拥有主耶稣基督就拥有一切 所以他把以前以为对他有意的都当做混质 最后我们看 罗马书十四章 罗马书十四章第七节 罗马书十四章第七节 罗马书十四章七节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佛 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第八节 我们若佛者是为主而佛 若死了是为主而死 所以我们保佛总是主的人 我们应该立定心志 为主而佛 当主耶稣基督也用同样这七个问题来问我们的时候 我们怎样来回答 我们是不是能够为主而佛 我们是不是能够为主而佛 愿神加添我们的力量 我们的信仰都能够日日进步 我们今天见证到这个地方 一同来学习一首信师 再来祷告 我们订阅一首 然后我们学习一首文 training 将文字 syит